漂亮的Omega去完成一项秘密任务 快要成功的关键时刻被神秘男人带走 蒙住双眼的他既紧张又害怕 当黑布被揭开的一瞬间 他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大喊给自己壮胆 你们就算言行逼供我也没有用的 适应强光后的眼睛 居然看见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纯种达法 并没有恐惧中的口问 男人只是礼貌询问 你在为谁工作 服从谁的命名 小漂亮表示自己只是按照老师的指示办事 别的一概不知 谁知男人也没有为难他 还亲自倒了杯水滴到小漂亮面前 可是小漂亮觉得事情没那么紧张 说不定谁里面有让人迷失的实话 实说要水 男人一眼看穿小漂亮的想法 直言里面什么也没有放心喝 最后还体贴的帮他擦拭嘴角 还说我相信你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连自己偷的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小漂亮却反驳我们不是偷 老实说我们是回收 男人嘴角露出邪美一笑 那可是我的东西 没想到竟然被小偷当成骗子 小漂亮急忙解释 我没当你是骗子 如果那真是你的东西 为什么要我开门 男人也不生气耐心解释 就在你们进入的十分钟前 我将他拍卖成功了 虽然不知道你的老师是谁 但愿他不是那种坏人 但是事情已经被你搞拿了 你要怎么负责 小漂亮能怎么办 东西被你抢走了 人也被你绑了 谁知道还能怎么负责 男人却直接将他带到另一房间 漂亮欧美改任务失败 落进一个霸总Alpha手里 想象中严酷的拷问并没有到来 而是被霸总以礼相待 请他帮个忙 交谈一番后 小漂亮就被带到一台电脑前 解开这个密码就是你的任务 本以为需要几天时间 结果小漂亮一个多小时就搞定 面对霸总一脸满意的称赞 小漂亮当即羞红了小脸蛋 谁知下一秒 两名黑衣大汉就要将他带走 小漂亮觉得这一走 怕是有去无回 挣扎着跪在霸总脚下 刚刚的密码中藏有别的暗号 因此他也有了谈判的筹码 霸总不愧是霸总 谈判前先刷一波好感 主动为小漂亮治疗手腕的伤口 你是个未成年吗 一句话又把小漂亮修个大红脸 我不是未成年 现在我需要跟你做个交易 密码暗号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你别无选择 霸总觉得眼前的男孩有点意思 你想要什么呢 小漂亮从头至尾 想要的只有放走我和我的同伴 放人是可以放人的 但不是三人 你选择两个人吧 我是一个商人 不会做赔本的买卖 小漂亮最终选择放走两个队友 霸总很满意小漂亮的选择 交易成功 反倒是小漂亮不相信他 我需要一个保证 先告诉我你的名字 霸总先是一愣 随后哈哈大笑起来 这个小朋友有点意思 掏出自己的驾驶证 递给小漂亮 很好奇下一个是什么 小漂亮思考再三 觉得只有这个办法了 请你跟我一起拍个功夫片吧 霸总直接傻掉了 没想到自己 还有需要用身体 做担保的这一天 漂亮小欧为了保护同伴 竟然主动要求 和霸总拍个功夫片 给霸总都准不会了 你这威胁人的手段在哪学的 也是万万想不到 自己居然还有需要 用身体做担保的这一天 小漂亮可不是这么想的 堂堂霸总 如果不履行承诺放走同伴 他就把这个功夫片散播出去 作为一名顶级黑客 这件事so easy 霸总在自己的功夫片流传出去 和找不到保物之间衡量再三 最终决定和小漂亮 好好谈谈操作流程 毕竟对方的脸蛋 正是他的菜 准备工作完成后 霸总把一部手机丢了过去 小漂亮拿着手机疑惑到 导演和摄像呢 霸总眉头微醋 我可不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做事情 你自己拿着想怎么拍就怎么拍吧 小可爱怎会是老江湖的对手 拍一集不过还必须再拍个续集 小漂亮怎么也想不到 从此以后 这将会是一部火遍全世界的 超级无敌长篇功夫连续剧 小漂亮抱着手机回想一下拍摄细节 还怪不好意思 毕竟那种程度的功夫片 还是第一次尝试 担保完成下一步就是破解彩蛋了 黑客小天才 以惊人的速度就完成了 看管人不可思议的把结果报告给霸总 确认无误后霸总果真履行承诺 把人放走了 还特意找到小漂亮 让其与同伴通话确认 小漂亮也算是把提着的心放进了肚子 还主动上交了拍功夫片的手机 霸总对这个小漂亮的好感 又增加了一个高度 那么现在 我们再聊一聊第二件交易的事吧 漂亮又孤独的Omega 遇到超有钱的霸总聊法 小漂亮想要的竟然不是钱 而是希望每次铁铁后 可以陪他到清晨 霸总觉得眼前这个小漂亮有点意思 既然自己的理想型 想和他扮演恋人关系 他当然也乐想其成 没必要把如此有能力的人才 绑在一件业务上 那漂亮的嘴和手 还有很多擅长的事 如果改变想法随时可以说 记得要叫出十倍的工钱 孤单的小漂亮终于不再孤单 早上起床后 也能闻到被子上残留的Alpha味道 小漂亮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卫生间 想去洗漱 却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进去 就在他扶着把手犹豫不决之时 一只大手突然出现把他拉了进去 三小时后小漂亮终于洗漱完毕 他呆呆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人生中第一次遇到对自己如此温柔的人 然而走出卫生间的小漂亮 真是惊呆住了 汉堡虽然好吃 咱也不能一下吃这么多吧 刚吃没两口 就听到霸总的灵魂拷问 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小雨衣 小漂亮顶着张大红脸 扭扭捏捏捏回道 那个那个 我没办法被标记 霸总自然是不信 理由还是挺可爱 就是太多没改你这样的借口扑向我 话说回来你怎么吃的这么少 是吃了奇怪的药 还是做了什么手术 或者你真的还未满十八 我不是我没有 我只是身体不好从小就吃的少 不是故意逗你的 就是你看着有点小 你几岁了 小漂亮犹豫着 不知道自己说 二十五会不会被认为很小 当霸总问出二十七时 他急忙点头承认 填饱肚子后 霸总带上他的小漂亮 开启寻找下一件仆物的旅程 漂亮Omega跟随霸总 开启了寻宝之旅 就算在轮船上漂泊 也不耽误任何事 小漂亮腰酸背痛的起床 看着外面一望无际的大海 选择绕海而行 肯定是在躲避追击 不管是谁在追 自己都是一个累赘 被霸总要求帮忙一点事 也不知什么时候会结束 霸总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 递过去一杯水出声 安慰小漂亮 不会下沉的 你不用担心 小漂亮万万没想到 码头等待他们的 居然是一架超酷 超拉风的私人飞机 小漂亮都看呆了 还是第一次看见 这么壮观的飞机 霸总则是眉头紧簇 谁干的 我只说把logo去掉 谁给涂成黑色的了 小漂亮有些不安的 看着一群黑衣大汉 低头行李的场面 你大哥不愧是你大哥 这排场殆尽 机舱内的豪华程度 让小漂亮对霸总的实力 又添心高度 刚坐下系好安全带 又被霸总打开 两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 咱们不要坐在这里 怪不舒服的 小漂亮还沉浸在 居然有个房间的震惊之中 就被霸总飞机动了 小漂亮哭唧唧地将人推开 你不要忘记答应我的事 霸总直接将小漂亮举高高 放心吧 我们还有两个多小时 才到达目的地 不管是海里还是天上 只要霸总想做的事 就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的 七千万的冰块 这不就来了吗 我看看还有谁不知道 霸总海陆空带着小漂亮一通玩 最后把飞机都玩完点 越来越稀罕这个小漂亮 于是一份合同出现在小漂亮眼前 而小漂亮只想到老师之前的话 合同这个东西不能随便签 所以合同内容看都没看就拒绝了 霸总让他先看看 合同条款再选择是否要拒绝 不看不知道一看下一条 一小时比他以前一天 工资两倍还要高 工作内容就是帮助霸总 找到第二件宝物 虽然不知道你的前顾主是谁 但是任务失败之后 他会放过你吗 小漂亮也无法辩解 老师确实一直联系不上 随后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 工资包括那个在里面吗 霸总一脸似懂非懂的模样 那个是哪个啊 小可爱自知不是老江湖的对手 于是转移话题 这里是不是打错了 霸总一脸不可思议 打错了不可能啊 打错的人可是要被解雇的 难道你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钱吗 小漂亮更担心了 这么高的工资 自己的工作内容究竟是什么 但最后还是下定决心我签 霸总笑得见牙不见影 这就对了吗 不会吃了你的 小漂亮就这样在霸总双开门的怀里 签了一份临时合同和保密协议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 由自己决定并签订的合同 谢谢您 以后您让我做的所有事 我都会努力的 霸总露出了意味深长的一个笑容 面对面吃饭的两个人 都能吃出新高度 合同妹的工作 就是帮我找找东西 除此之外 其他业务我都会额外支付薪资的 那么你现在想不想赚点零花钱 吞下一个冰块 就给你一千万 漂亮男孩只是吞了七个冰块 就真的赚了七千万 谁敢信啊 家人们 小漂亮自己都不信 霸总也不敢相信 自己以前也没这恶趣味啊 可是看见小漂亮就忍不住 冰块游戏结束后 俩人继续补充体力 霸总将一个饮料盒子推到对面 小漂亮有些疑惑 给我的吗 我们一起喝不好吗 霸总表示 这是你刚刚赚的七千万 我们说好的一个冰块一千万 你这表情 是不是没赚到一个亿而委屈吗 要不要再吞几块 小漂亮都惊呆了 满脑子的冰块差点给他埋了 小脸瞬间爆红 我不是我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霸总让他打开盒子看看 小漂亮愣住了 手指有些颤抖地抚摸着那些钱 随后就把盒子放到一边 并道歉 我会好好用这笔钱的 霸总觉得小漂亮有点太平淡了 竟没有看到预料中的反应 于是就开口问 你想把这些钱用在哪里 想用来还债 欠的有点多 霸总有些惊讶 你还有债呢 不过没关系 反正你以后 还有很多赚钱的机会 乖乖在家等着我叫你 小漂亮觉得霸总 应该是让他随时待命的意思吧 我会的请您放心 霸总 当然是出去赚钱养媳妇呗 别看这些日子 天天和媳妇腻在一起 人家那可是名副 其实白切黑的大哥 出去随随便便逛个商场购个物 然后坐在车上 一边玩着潇潇乐 一边就把碍眼的人都处理了 连饭局都退掉了 自然是回家陪小漂亮一起吃了 开门就看见小漂亮 湿搭搭刚出狱的模样 老婆花式赚了 七千万零花钱的霸总 她竟然吃起了自家保镖的醋 出门赚钱好几天才回家 刚进门 就是一副养眼的美人出狱 那心情甚是美丽 主动为小漂亮擦头发 满眼的宠蜜都要溢出来了 我不在的时候 有没有好好吃饭 小漂亮的一句 小飞每天都来给我送饭 成功让霸总眉头紧锁 看对方有些不对劲的眼神询问 不是您让他照顾我 霸总一边打着哈哈 那个新来的呀 对 是我让他做的 一边那些白买皮 好家伙 这是自家漂亮小白台被盯上了 这又俊俏又可爱的小模样 确实是难得 无论是谁 只要对方眼睛没问题 看到了不可能不眼馋的 甜麦味的信息素 让人着迷 尽管他是一个 无法标记的一种Omega 身份不明 还有一身的债务 又亲自要求拍功夫片 却又对金钱毫无概念 妥妥的一个傻白甜 但那些又有什么关系呢 霸总一边办事一边小事 还能分神给那个 基于小漂亮的保镖打电话 等人把东西送到了 又说自己现在有点忙 可把小漂亮下够呛 霸总这骚操作是 妥妥的宣誓主权啊 就是醋味有点大 等小漂亮再睁开眼 霸总已经出门赚钱去了 来到客厅的小漂亮 发现电视居然没关 找遥控器的空档 却听到有关大叔和姐姐的新闻 他们竟然被抓了 可怜的小漂亮 想起了小时候的事 出生在一个小岛上的他 先是亲人相继离开 后来岛上说好陪着他的人 也陆续离开 最后就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 霸总吃起醋来 却一直孤独的小漂亮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从前 他独自一人守着一个小岛生活 就在他最孤独最脆弱的时候 有人来找他了 那人就是老师 和他带来的一位一起工作的大叔 离开小岛后 大叔也会经常来看他 摸着他的头 要他多吃肉才能长得高 他喜欢像家人一样的大叔 但是也会不安 怕他再也不来找自己了 大叔告诉他 早晚会遇到属于他的Alpha 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陪他到天明 他高兴又忐忑地跟老师说 以后想尝试过平凡的生活 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忽然感觉有个熟悉又温柔的声音在呼唤他 爸总看着眼前泪流满面的小漂亮 温生询问发生什么事了 是做噩梦了吗 在得知做了有关大叔的梦后 爸总立马不高兴了 同事关系而已 是不是关心过头了 你都能舍弃自己换他们的自由 难道他是你的Alpha不成 小漂亮一头雾水的解释 不是的 我只是担心大叔而已 爸总得到满意的答案后 递给小漂亮一本护照 先去目的地等我 我很快就到 随后还给了小可爱一个温暖的抱抱 又温柔的家人抱起 睡客厅能不做噩梦吗 小漂亮却说不是噩梦 爸总笑得更大声了 你都哭鼻子了 还说不是噩梦呢 小漂亮第一次感受到什么也不做 也可以有人陪着到天明 好喜欢这温暖的怀抱 我可以一直拥有吗 小漂亮不仅人美心善 还是一个电脑天台 三分钟帮爸总搞定想要的资料 爸总一看就乐开了花 竟然还是一个老熟人呢 小背头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的爸总 身体不受控制的打摆子 爸总笑得越灿烂 小背头抖得越厉害 大哥有何贵干呀 您不是在休假吗 爸总则是微微一笑 我最近听说了个有意思的事 你在毛里求斯设立了一个法人吧 叫什么名字来着 还没说完小背头紧急叫停 等一下 我明白了 您为什么来快告诉我吧 拍卖俩字一出 小背头抖得更厉害了 这么秘密的事 你是怎么知道的 许总迷之微笑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内心缺乐开了花 我是不会告诉你 我有个可爱的Omega 他能让我知道任何我想知道的事 小可爱一边把嘴巴塞得满满的 一边和老板汇报工作 许总不仅给小漂亮点了 他爱吃的草莓蛋挞 还体贴把食物切好地点 从来没有感受到这般待遇 小可爱瞬间修红了小脸蛋 有点坐立不安 他今天好亲切好温柔 回去的路上天空飘起了小雨 共撑一把伞的小可爱有点放不开 爸总边把伞倾向小漂亮那边 边让人靠近点都淋湿了呢 小漂亮抬头的瞬间 看到一个雨滴落在爸总脸上 竟不自觉地抬手帮他擦拭掉 却后知后觉地羞红了脸蛋 再看看许总那宠密的小眼神 妥妥是热恋中的小情侣啊 漂亮的男孩子穿起袍能有多惊艳 见多识广的爸总都直接看傻眼 小漂亮工作时间一直阻神 脑袋里全是那温柔的眼神 那各种体贴的行为 根本集中不了精神投入工作 爸总的小助理突然找上门 竟然说有件急事需要他帮忙 原来爸总和人谈生意 到了约定好的时间还没出来 小助理又进不去 而此时 爸总对面坐的老女人正招呼手下把人带过来 把准备好的调味品也一起加进去 与此同时小漂亮也到达目的地 别别牛牛手忙脚乱和保安解释着 对方好像瞄斗 直接将他带到试衣间 小漂亮一头雾水地看着眼前这些奇奇怪怪的衣服 没有时间多想 只能挑了一间最保守的气袍 就是穿不穿得进去是个大问题 结果不仅穿进去了 还是特别惊艳那种 刚出试衣间就被一个Alpha拦住 非要请他喝一杯 当得知是来找阿雷特的才将人放走 刚走上楼就看见两个服务生正往酒里夹调味品 心里一惊 该不会是给老板喝的吧 袭击茫茫走过去一阵比划 俩人觉得他这身打扮肯定就是那个礼物了 直接把酒递了过去 将人送进一个包间内 爸总看见门口人的瞬间 眼睛一下子变得闪亮亮 也顾不上满屋子的男男女女 直接起身静止走向小漂亮 男朋友穿旗袍太美太迷人 爸总差点无法控制他自己 老女人一见爸总就驾驶 看来礼物是送对了 爸总主动倒了一杯酒 可把小漂亮急坏了 刚要阻止老板喝那家料的酒 就被对方一个小眼神给制止了 大哥不愧是你大哥 真是啥玩意儿 都敢往嘴里喝 喝完还砸吧砸吧嘴 对老女人说 酒是好酒 里面要是没有东西就完美了 老女人就有点郁闷了 这还拿捏不住她了 但是爸总表示酒虽然不咋地 但是礼物确实很满意 那就不客气带走了 男朋友太迷人了怎么办 爸总根本等不及回家将人藏起来 刚出包房的大门 就对小可爱一顿表扬夸奖 然后才将行动不便的人抱回家 旧嫁有功自然要多多奖励 按一个冰块七千万 估计爸总要破产 所以这次奖励甜甜的草莓 此处略取一万字 自行想象草莓到底有多甜 第二天一早爸总精神抖擞去上班 还奖励小漂亮一天假期 让他在家好好休息 从小缺爱的小漂亮 陷入了深深的彷徨中 那个人为什么对自己这么好 所有事都不像是员工关系 感觉就是恋人之间的叮嘱 他却要把自己的心动 当作遵守约定 于是哭肿了眼睛后 还是打开电脑 内心挣扎了许久后 联系了小背头 而爸总对这次的拍卖品 势在必得 毕竟接受了别人的委托 就要尽力完成 最坏的情况 是小背头把东西卖掉 不管价格翻几倍 也要花钱买回来 所以必须提前把它解决了 不然这次委托 只会让我们亏损 我为什么要亏钱去帮别人 边和助手讨论工作 边摩缩着小可爱的肩膀 那宣誓主权的架势 出门干大事的爸总 不忘问小漂亮累不累 小漂亮自然知道 爸总问的是什么 不好意思的回答 也不怎么累 爸总还不依不饶地 掐着人家的脸蛋 盯着人家的眼睛 问有没有撒谎 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 宠溺地摸摸头主妇 不要勉强自己 等拍卖会结束了就来接你 小漂亮强忍着泪水 不舍地看着远去的背影 这一别怕是永别了 随后下定决心 打开恒难人的对话框 监控里会循环播放 20分钟的静止画面 小漂亮觉得老师 一定在担心他 于是发了一条 我很快就会回国了 然后开着准备好的车 来到拍卖会 用电脑指挥着小背头 顺利逃出 小背头上车后下了一条 本以为指挥他逃离的是 个AI机器人 没想到是个小美人呀 而且还是个挺凶的小美人 逼着他把东西留下 人才可以安全离开 小漂亮希望老板 也能平安无事 之前听爸总说过 小背头如果出事 怕是会引发战争 所以他只要带走东西就可以 小漂亮闭上眼睛 吻了吻情绪 然后打开万人争强的宝箱 结果他在开机的一瞬间 就发觉自己的位置 被暴露出去了 心心面念回家见媳妇 可是媳妇拿着他的宝箱逃跑了 小漂亮找了一个帅气的中介 帮他办理好一切回韩国的手续 因为都是韩国人 又都是Omega的缘故 帅中介临走给了小漂亮一张名片 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随时联系 这一片就没有我解决不了的事 另一边的爸总可郁闷坏了 和被信任人被判相比 他心中更多的是故事 家里到处都是他曾经的深意 已经好多年没有这么糟糕的心情了 助理向他汇报了近几日动态 一个秘密组织接触过小漂亮 他们应该是一伙的 爸总自嘲一笑 没想到他也有被人设计的这一天 不惜代价的砸钱 一定要把人毫发无伤的带到我面前 不然过个二三十年 有个不认识的孩子来申请继承权 那可就麻烦了 助手却打击他说 从来没有在爸总身上 闻到小漂亮留下的信息素 他也从来没有闻到过小漂亮的信息素 那么真相只有一个 他被剥夺了生殖功能 爸总先是不可思议 随后又露出邪魅一笑 那甜甜的信息素味道 只有他能感受得到 随后又吩咐助手 收集所有房间的毛发去做DNA检测 重新调查关于他的一切 手下汇报已找到小漂亮的位置 现在就去 你们给我留住他 与此同时 另一边的小漂亮没有等到飞机起飞 却等来飞机故障 需要所有乘客下飞机 当他看到后机大厅 全是训练有素的黑衣人 确定了内心的想法 他来了 陷入困境的小漂亮 突然想起无所不能的帅中介 等待的短短十几分钟内 小漂亮想到自己 万一被抓回去后的N种死法 可是最不想经历的 却是面对老板那冰冷无情的眼神 突然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藏身的小门就那么被暴力地打开 夫人又折兵说的就是爸总本罢了 媳妇被判他 偷走他最重要的东西 爸总不惜代价砸钱逼停一架飞机 却还是没能拦住媳妇的脚步 还不是因为媳妇找了个万能帅中介 就小漂亮与危难时刻 然后带着小漂亮飘扬过海 翻山越岭 穿越云层 海陆空惊天动地地折腾了十天 最后总算平安抵达韩国 差点给瘦弱的小漂亮位散架了 可是机场见面之后老师再没有联系他 只是派个秘书与他接头 并要求他尽快找到恩英姐姐 可是姐姐身边全是便衣 他根本无法靠近 那么多人在姐姐身边 说明他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 是谁想要害他 刚回韩国那天 下飞机就看到老师等在门口 虽然老师并没有责怪只拿到一个拍品 却也是迫不及待抢走他手中的箱子 让他等待命令转身就走 小漂亮鼓足勇气问大叔的下落 老师冰冷无情地回答 在被遣送回国的路上失踪了 我调查过 怕是凶多吉手 我告诉你是因为有另外一件事 需要你现在就去完成 帮我找到朴安英 他被遣送回来后 有检方看管着 别的事都不要想 先找到他 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好的 渣渣老师都啥时候了 还在那蛊惑可怜的孩子 小漂亮也察觉到老师有问题 于是他留了的心仰 避开老师的追踪来到恩英姐姐家 再次见面的俩人感觉恍如隔世 小漂亮极切地想知道大叔的下落 可恩英却让他不要相信老师 也不要觉得他很珍惜你 他不是你想象中的好人 小漂亮被判疼爱他的霸妲 又被姐姐告知老师是个坏人 这让小漂亮怎么接受 一直照顾他生活帮助他学习 还介绍他工作赚钱的老师怎么会是坏人 可是姐姐的话让他不得不接受现实 如果他真的对你好 就应该让你大学毕业后再自力更生 也绝不会让你做这些事 大叔和老师在一起工作二十多年 现在还不是被抛弃 我也是为了活命才会要求证人保护 还让小漂亮不要参与进来 这次来找他是不是老师让你过来呢 小漂亮被残酷的现实打击得瑟瑟发抖 所有人都不知道我来这里 我只想知道大叔他怎么样了 恩英叹了口气很无奈 大叔也很挂念你 逃跑时候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 他很担心你 说你是个踏实又可怜的好孩子 不应该参与到这些事情 小漂亮好像明白了很多事 他开始不接老师电话 第一次和老师说话 他想要保护大叔和姐姐不被老师找到 他又变成孤孤单单一个人 脑袋里挥之不去全是老板那温柔的眼神 小漂亮只能紧紧地抱住可怜的自己 第二天他又从隋友口中得知 老师居然要雇佣杀手 他们要把大叔和姐姐处理掉 隋友还嘱咐他自己小心一定注意安全 他心乱如麻地开车回程 担心大叔的安全 也担心自己的 下车去便利店后和一个卡车司机互换衣服 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甩掉了跟踪车辆 殊不知跟踪他的人 就是他心心念念的老板 爸总是又爱又恨 不会是我看中的人 真是太远去了 虽然早有预料 但是急切想见到宝贝心甘蛋 还是让他感到头疼 手下急匆匆地跑过来 老板 找到了 这次是真的找到了 他总终于找到他的心甘宝贝媳妇了 面对背叛自己的人尽一点脾气都没有 那情深似水的眼神谁能扛得住啊 小漂亮独自坐在返程的列车上 身心疲惫的他 随着列车的启动 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睡梦中 他感觉有一双温暖的大手捧起他的脸 他冰冷的身体 被拉进一个温暖的怀抱 又隐约听见有人叫他的名字 但是他根本不舍地醒过来 这样的声音和温暖跟老板在这里一样 他缓缓地睁开眼 先是听到一声温柔的问候 随后一个俊脸就这么出现在眼前 小漂亮瞬间瞳孔地震 老 老板你怎么在这 霸总露出那迷死人的蠢蜜笑容 随后拿出一张纸地到小漂亮眼前 这合同在你眼里就是个破纸片吧 此时的小漂亮连辩解的话都说不出来 内心波涛汹涌 他为什么会知道我在这里 霸总又露出坏坏一笑 你觉得合同是什么 原来的几十亿债务再加上这几千万的违约金 你觉得不算多是不是 好吧 这些小钱不算什么 你知道你现在做了什么事情吗 你把那个东西给了谁 上次那样的事 你做过几次 被你叫做老师的家伙呢 小漂亮从初见的震惊中逐渐缓了过来 面对霸总的一连串疑问 他却不能回答 只能说一句我不知道 静静等待未知的惩罚 谁知下一秒 手就被霸总温柔地牵起 你可真能跑啊 你辛苦了 走吧 跟我回家吧 霸总这波操作我真的是爱了 排除重重障碍终于抓到背叛自己的人 他居然一个臭脸一句重话都没说 只是给予对方无限宠溺和温暖 拉起媳妇小手 辛苦了 剩下的都交给我 你的身份和踪迹都会处理掉 看着心心念念的媳妇 霸总继续温柔攻击 你的同事一个被抓一个失踪 你觉得你那个老师会保护你吗 听懂了就跟我回家 剩下的以后再戏谈 去那还能见到你念念不忘的同事 小漂亮十分不解老板为什么会这样帮他 但是他还是遵循自己的内心 没有一点点犹豫 紧紧地拉住这个给他十足安全感的手 小别生新婚 这可是二十多天没见到媳妇了 霸总可算此生头一回 体验到想一个人入骨的感觉 小漂亮也想要紧紧抓住这失而复得的温暖 事后霸总递过手机让他把电话重播过去 小漂亮有一瞬间的正愣 会是谁呢 看了看正在吃早餐的人 男人说了句不用看我的眼色随便说 话音刚落那边就传来熟悉又暴躁的声音 你小子闲的呀 老打什么电话 霸总表示很无奈啊 两次而已 小漂亮则迅速将听筒贴近耳朵颤抖地询问 是大叔吗 在听到对方叫他名字的瞬间 泪水绝地般涌了出来 得知大叔和姐姐都平安无事 他总算松了口气 当提起老师的时候 大叔却非常激动 也证实了老师真的不是个好人的事实 小漂亮不知该如何感谢眼前的男人 他不但救了自己 还救了如同家人般的大叔 是时候该向老板坦白一件事情了 男孩向爱人坦白非历史 没想到对方早就知情 还问他视频是不是都在老师手里 男孩绝望地向男人说出了当年的实情 三年前的一个冬夜 小漂亮兴高采烈地将自己找到工作的时候告诉老师 说自己想过平凡的生活 老师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他 然后说了句夸赞的话 约他晚上一起吃饭庆祝一下 结果不幸就那样发生了 在他毫无抵抗之力的情况下 被一群人拍了好多好多的视频 那群人晃动着手中的U盘 想要视频就要拿钱过来知道了 老师找到惨兮兮的小漂亮说那些人找到了他 他帮着垫付了一部分 但是数额比想象的要多很多 剩下的就当做债务慢慢还 小漂亮知道兼职工资是无法支付这些的 于是只能被迫接着帮老师工作 来慢慢还清那些债务 单纯的小漂亮一直觉得是老师帮助了他 对老师心存感激 拼尽所有为老师工作赚钱还债 霸总一听就知道是那个渣老师搞事情 气到清金暴起 二十多亿的债务 按一部两千万计算 最少也拍了一百二十多部 小漂亮的心瞬间坠入冰库 因为遇到老板发生了很多好事 也该发生些不好的事情了 没事 我能忍的 看着小漂亮痛苦又隐忍地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霸总却是伸出手说了句 你站着不动发什么呆 这个时候 不是应该哭着求我帮你吗 小漂亮真的是被霸总这波操作整懵圈了 霸总叹了口气也不指望别的了 再次将那温暖可靠的大手伸向对方 语气中全是心疼和宠溺 到我这边来 我会帮你解决一切的 真是世间难寻的爵士好老公 活该他能拥有要脸蛋有身材 要身材有头脑的好媳妇 在得知媳妇被坏人拍了一百多个视频后 不但温柔如初还增添了几分心疼 更是主动给媳妇温暖 让媳妇不要担心 她会替他摆平一切 而小漂亮内心五味杂陈 有感动有委屈有抱歉 自己不应该骗他的 对不起三个字刚要说出口 却被霸总抢先了 我当时放走你的同事 就想到他们会被抓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小漂亮再也忍不住放声大哭了起来 不是的 我才要说对不起才是 我拿走了你的东西 还把它交给老师 合约上的号码也不是我的 27岁也是假的 小漂亮觉得老板知道这一切哄 肯定会失望加失望 再也不会理自己了 可是头顶却传来男人肆意的大笑声 鼻涕眼泪糊了一脸的 小漂亮不明所以的 抬头看着面前的男人 原来你的年龄也是在说谎话 小漂亮急忙道歉 对不起 我从一开始就在骗你 霸总温柔的伸手擦擦爱人的小鼻涕 别哭了 那时候 我给你看的驾驶证也是假的 小漂亮眨巴眨巴 哭得红肿的眼睛看着对方 为什么告诉我 对方宠溺的揉揉她的头发 你是真不懂才问的吗 小漂亮瞬间瞳孔地震 老板无条件地陪伴 和那些恋人才有的嘱托 难道 他必须也要和对方坦诚相见 憋了大红脸半天才支支吾吾的说 那个东西有时间限制 从我第一次打开就开始计时了 到了时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会帮老板拿回来的 霸总宠溺一笑 别担心 你什么都不用做 乖乖陪在我身边 剩下的事交给我就可以 人知道媳妇被拍了一百多个视频后 不但没有不要她反而更加疼爱她 只在媳妇看不到的地方 对助理大发雷霆 把那些视频变声打码 一定要给我找到那些人 一个都不能放过 当诸助理问出 你不需要确认一下吗 霸总理智之先彻底崩塌 我疯了吗 我为什么要看那些 在助理连连道歉中逐渐恢复平静 处理好了就告诉我 他疯狂找人的这二十多天 把媳妇查了个底朝天 媳妇真正的身份档案上 显示十八岁就死亡了 之后没有任何记录 小漂亮是已故的纯种母亲 和一个不知生死的一种父亲 混血生下的半一种 霸总作为祖上混血 几时出生的纯种Alpha 被医生断定此生感官不发达 很难会闻到任何性稀素 但他却可以闻到 媳妇身上那甜甜的气息 什么不发达 只是没有遇到对的人而已 分付助理告诉雇主东西晚点点 被带媳妇去检查一下 看看怀上仔仔没有 霸总让助理约了那个所谓的老师 即使再不喜欢这种场合 但他还是来了 只因好奇那个人的长相 只不过是平平无奇的一张脸而已 却有着让人捉摸不透的表情 那种满是贪婪的眼睛 真是见怪不怪了 若是平时这种人 他根本不需要亲自来见 为了媳妇受的那些苦 他必须亲自出马 好好整治一下这个社会的渣子 霸总也不想把他废话 开门见善 你要多少 对方也不再装傻 直接把价钱翻了十几倍 霸总眼睛都不眨一下 一口大眼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人刚把媳妇就回家藏起来 出去上个班媳妇就被坏人下黑手了 本来小漂亮听老公的话乖乖待在家 被如此真是让他辗转反侧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对他如此温柔体贴 之前的人都是找他做各种事情 而老板什么都不需要他做 乖乖等着就行 突然一阵不正常的敲门声将他惊醒 这么晚了会是谁 砸门声越来越大 他觉得如果真的是坏人 就凭他这体格子也没有赢的希望 也不敢给老板打电话 不想让他困扰 于是他还是小心翼翼地将门打开 门外站着一个高大冷峻的男人 一看就不是好惹的主 初次见面 我是全身幼 委托徐代表回收物品的就是我 或者说 我是你偷拿走东西的原主人 我现在只想知道 去年你入侵我们公司 打开了唯一通往P实验室的门 你和徐代表做了什么交易 你让我怎么相信 徐代表竟然和一个入侵我们系统 偷走我们最高机密的犯人在一起 这个事实 小漂亮彻底慌了 他在说什么 我做了什么 自己就像一个听同老师使唤的机器人 从来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 但是肯定都不是什么好事 而老板知道所有的一切 还要如此的保护他 他现在一心只想保护老板 你的身份 尴尬之际 老师的电话突然打了进来 派他今晚去交易那个东西 小漂亮看着全身又勾起的嘴角 最终答应了老师 你偷走的东西 由你拿回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全身又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 微笑地给他体内放置了一个微型机器人 然而小漂亮全然不知 更多危险正在一步步降临 总快点回家看住媳妇 好多坏人要害他 不听话的小漂亮 为了不给老板带来困扰 可找上门的全身又做了交易 又被老师派去转移箱子 小漂亮在老师指定的时间上了接他的车 被告知物品也有买家 任务就是今晚顺利把物品交到买家手里 对方收到货后会立刻乘船离开 小漂亮认为买家一定是老板 可是老板是要离开这里了吗 让我乖乖在家等着 他们又说拿到货就离开 老板他是对我说谎了吗 这都是他的计划吗 包括那些恋人间的嘱咐 小漂亮因为一句话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 心痛的无法呼吸 我到底该怎么办 多希望这一切都是梦 沉浸在自我世界的小漂亮 完全没有听到司机一路上的喋喋不休 恍然不知自己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到达目的地后 司机要走了他的手机 不能让对方找查 下车直接把箱子丢给小漂亮 快去 他们在等你呢 小漂亮有些疑惑 这么重要的东西就这么草率地交给我了 也许是老板提的要求 他是想带着我一起离开这里 等他走入那片阴影看清对方 哪里有老板的影子 只有一个不怀好意的老女人 和一群凶巴巴的黑衣人 对方不但没有检查箱子 反倒像是买牲口一样 把小漂亮上上下下检查一番 长相和身材都不错 来说说看 你真的是不怨吗 老女人对一言不发的人很是不满 命手下对小漂亮一顿暴力输出 又听见对方和司机的谈话 小漂亮总算知道今晚的交易是什么了 失去利用价值的她 被自己信任十几年的老师当货物品卖了 小漂亮为了寻求自己的幸福未来 终于不再乖乖做个傻白甜 虽然有心理准备老师不是好人 没想到竟然狠心到把她当货物卖掉 老女人对小漂亮也非常满意 命手下人把人带上船 刚走没两步随着啪啪几声闷响 除了小漂亮所有人都倒地不起 原来是我们的帅气 中介小哥哥火速抵达现场了 容我为小哥哥欢呼一分钟 真的太酷了 小哥哥将万人争强的宝箱递给小漂亮 这到底是个啥 为啥那么多人都想要 小漂亮也想知道究竟是个啥 可惜他就是个工具人 但可是这里面居然是个假货 小漂亮算是想明白了 老师可真是个好老师 这场交易就是一个局 只是想把他和这个假货一起处理了 可是真的在哪呢 老板在哪呢 小哥哥安慰小漂亮不要着急 找个现成的问一下就OK 他竟然单手就把四季高高举起 温柔地给了几个大耳光 又轻轻地放到地上 一系列操作下来 四季乖乖把知道的都说了出来 老师一共做了五个假宝箱 包括要卖给老板的也是假的 小漂亮大脑高速运转后断定 老师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拖延时间 他知道老板有代码 时间到了代码就没用了 但是数据本身又不会废掉 卖方等时间一到 就会把里面的数据收回 再继续高价出售 小哥哥听得云里雾里 但是及时递给小漂亮一个手机 时间紧迫赶快联系你老板吧 电话接通后 对面传来了霸总冷酷的声音 让我听听你掌握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等小漂亮喊了声老板后 对面半天没有回音 正纳闷是不是信号不好 听筒里就传出霸总那暴躁的怒喊声 你在哪 和谁在一起 他想要什么 你有没有受伤 总先挺表演大便利 上一秒冷酷无情问对方想要什么 听到是媳妇的声音后 立刻变得温柔似水 为什么不在家 和谁在一起 有没有受伤 小漂亮来不及好好体会这霸道的宠妮 急忙回答 我很好我没事 今天老师的交易不是真的 那东西一共有五个假的 我现在就拿着其中一个 老板还没和老师见面吧 对面一边回复他一边调动手下 虽然很忙很烦躁的样子 却不忘询问小漂亮的安全问题 来不及说太多就被小哥哥紧急叫停 那伙人有外援 快点上车离开 这一顿操作可把爸总急坏了 让小漂亮乖乖回家等他 他已经安排好一切 和官方人员合作 只要老师一到现场 就会让他有去无回 他的办公室也会被搜查 所以你乖乖听话 我派人接你回家 可是小漂亮却说 那里不是真正的办公室 只是障眼法 不会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知道真正的办公室在哪 小漂亮这边鼓度勇气下定决心 一定要帮老板拿回东西 可是爸总一心只想要 媳妇安安全全的 非要派人接小漂亮回家 却再三遭到小漂亮的拒绝 我有进入办公室的 最高访问权限 那里还是我的故乡 所以必须由我去 随后给小哥哥舌的眼色 在巨大的隐形声中 朝着木连岛方向一路狂奔 爸总被气到口吐芬芳 放话要亲自去带媳妇回家 也没能阻挡住小漂亮 一心要为老板找回宝箱的步伐 爸总被媳妇气得 口吐芬芳头顶冒烟 也没能阻止媳妇 要为他去以身份险夺宝箱 小漂亮觉得东西 是他拿走的必须由他拿回来 而且那里是他从小 就一直生活的地方 三岁的小可爱第一次坐船 那时候还有妈妈温柔的陪伴 和在码头等待他们的外公 同那天起 他就一直生活在这个木连岛 那时候这里是宁静安详的 岛上只有六七十居民 大家互帮互助 或者像云朵一样慢节奏的生活 但是岛上的教育条件有限 随着孩子们逐渐长大 为了得到更好的教育 岛上的居民一家家都搬走了 最后只剩下他和外公 再后来外公也去世了 他发现了小漂亮的过人之处 于是被理所当然的收入挥下 做了一个任人摆布的工具人 可是现在的他不一样了 他认清老师的真面 而且全身又给他的十二小时 也所剩不多 身上的Nami机器人 不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 现在已经蔓延到手臂上方了 他请求小哥哥再帮他一次 把包包里的钱全部拿出 你送我去木连岛吧 小哥哥发挥乐于助人的高尚风格 虽然运送活物得加钱 但你不会反抗这钱 我就给你免了 无所不能的小哥哥 不费吹灰之力 运送一个60克拉钻石 为了躲避坏人直接跳海游了16个小时 到达目的地 中途丢了一只鞋 回头找了一会儿结果 把另一只野狗丢了 小漂亮觉得自己像是在听故事一样 同样都是Omega 小哥哥真的好厉害 而小哥哥之所以说了这么多 就是想告诉小漂亮自己真的很厉害 不要太紧张了 向着胜利出发吧 还为了帮助老公决定铤而走险 把所有钱都给了无所不能的中介小哥哥 希望对方能助他一臂之力 有了小哥哥的助力 小漂亮很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一道厚重的铁门阻挡了去路 小漂亮祈祷老师 还没有来得及把他的权限抹去 通过指纹加面部扫描 门真的打开了 三年没有回来 这里有了很大变化 为了节省时间 二人决定分开行动 小漂亮首先找到了资料铺 这些东西对老板肯定是有帮助的 另一边的小哥哥找到了一个隐蔽的暗门 是一个小漂亮都不知道的地方 小漂亮忐忑不安 破解也不是不可以 时间已然来不及 他只能试着用最高群线操作 最后终于将门打开 小哥哥不禁为聪明的小漂亮竖起了大拇指 里面果然就是那个箱子 机器处于打开放电状态 小漂亮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想法 老师是这个东西最早的拥有者 也是他亲手替老师偷回来的 然后老师高价卖出去 又派大叔去收回 现在把电号光想要还给原主任 时间上是来不及带走了 小漂亮决定就地解决 在电池没电之前把资料传出来 我要把它还给老板 转移东西这段时间 他让小哥哥把老师的文件 全部搬到船上 如果我来不及撤离 请把所有资料送到老板家 小哥哥希望能和小漂亮一起安全离开 承诺会在船上等他到五点半 在焦急的等待中 进度条终于完成的同时 警报也响起 云服务器主人发现了他 再传给老板是不可能了 只能由他亲手交给老板 可当他拖着虚弱的身体 艰难地走出大门那一刻 全身被无数红外线瞄准 老师一脸怪笑地向他伸出手 把东西给我吧 大总终于及时赶到 霸气就媳妇了 小漂亮拖着虚弱的身体 当出大门 就被无数红外线瞄准 老师还企图用他那伪善的面具 蛊惑单纯的小漂亮 面对无动于衷的人 老师继续打感情牌 你难道忘记是谁发现 普普通通的你 是谁发掘了你的能力 是谁让你了解新世界 一直以来都是我在帮你 只要你交出东西 老师就会原谅你 会给你准备一个新身份 还想继续巴巴地大反派 突然被一个细血的声音打断 算了吧 你这忽悠小孩子的嘴脸 实在是太难看 小漂亮瞳孔地震 这声音 老板来了 霸总和媳妇对视的瞬间 冷酷无情连 秒边温柔宠一笑 过来我这边 小漂亮抑制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老板真的来了 老板他为了我来了 下一秒就见 所有红外线向霸总转移 小漂亮一看这架势 是真的急了 不行 不要那么做 老师却继续引地级表演 好孩子要听老师的话 那个人不掺和我们的对话 就不会有人受伤 你乖乖把东西交给老师 你知道那里面是什么东西吗 你又知道把东西交给他 会有什么后补吗 而小漂亮是吃了秤坨铁的心 东西必须交给老板 无所谓 我不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老师也终于演不下去了 你做出这种选择 太让我失望了 那就送你们俩一起上路吧 小漂亮 击成热锅上的蚂蚁 怎样才能救老板 而此时的霸总嘴角 却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笑 我劝你不要太自信了 总不顾自身安危救出媳妇 却发现宝贝媳妇被人下毒了 愤怒过后仔细检查 发现了手上的痕迹 霸总瞬间明白媳妇是怎么了 是全身用那小子干的没错了 先给对方送去365个祝福后 霸总暴躁又焦急地询问媳妇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距离注射过去多久了 小漂亮说了句大概9小时后 又急火火地告诉霸总 自己把东西带出来了 虽然实现已过 但是文件已经转移出来 可是小漂亮又十分地不安 不知老板还会相信他吗 面对眼前的人和物 霸总心中还是有些激动的 你知道你给我的是什么吗 我又会用他做什么 难道一点也不好奇吗 而小漂亮内心却是想着 自己和老板从相识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就算离开也此生无憾了 终于体力不知倒进霸总怀里 老板的信息素味道令他心安 我不知道奇 不管你做什么都没关系 霸总的心已软得一塌糊涂 这么好的媳妇可得保护好了 而此时大反派正被一群人押送了 看见霸总抱着他的好学生准备离开 恨得咬牙切齿 挣脱智骨掏出一把工具 对准霸总后脑 休想让我一个人死 红归于尽做个办法 随着子弹出鞘 响亮的声音打破了这宁静的海湾 总受伤也要亲自抱媳妇 这该死又迷人的独占狱 小心翼翼将人送上直升机安顿好一切 他要暂时离开一下 找全身用那老小子给媳妇取解药 小漂亮又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疼爱他的爷爷 最向往的学生时代 岛上淳朴又快乐的居民 小漂亮露出从未有过的幸福微笑 另一边的霸总气场全开 找到全身用 高手与高手的对决 场面那也是相当的炸脸 我们霸总拥有秘密武器 全身又不得不乖乖低头交出解药 霸总大获全胜 迅速转身离去 直升机直接全速返程 下飞机后坐电梯的时间都没有 直接飞奔回家 迫不及待把解药用上 上上下下确定媳妇没事了 他才大松一口气 媳妇终于安全了 小漂亮经历一系列事件后 终于确定自己的内心 刚准备向霸总表白 无所不能的霸总 就那么直挺挺地倒下了 白色衬衫已被鲜血染红 小漂亮的手上 也全是刺目的红 还好助理带着医生及时赶到 小漂亮不知所措 自责不已 也只能祈祷老板没事 当听见助理让医院 准备的血型与自己相同时 他迫不及待地说 自己是这个血型 我来书写多少都行 助理却说认身中 陷血对身体不好 所以你不可以 小漂亮瞳孔地震 整个人都傻掉了 医生都判定不能怀孕的他 肚子里竟然有了 老板的小宝宝 小漂亮终于过上了 有人疼爱的幸福日子 老公伤势痊愈 带着媳妇去约会 好一对令人羡慕的 高颜值小情侣 爸总给媳妇点了 一大桌好吃的 亲手包瞎头胃 辛苦了要多吃点才行 那宠溺的小眼神哦 小漂亮觉得是时候 该告诉爸总了 可是依旧担心老板 万一不喜欢怎么办 爸总看见媳妇那颤抖的手 温柔地将自己的大手 附了上去 慢慢说 现在也没有时间限制 小漂亮把头埋得很低 用很小的声音说 我也没想到自己会怀孕 可就算老板不想要 我也 不等小漂亮把话说出口 爸总已经用行动来证明了 我爱你 你永远都是我的宝贝 小漂亮确实低估了 自己在爸总心中的地位 甚至不惜一切代价 亲手解决了老师 只为他欺负媳妇 这十年应得的代价 爸总跟媳妇坦白 自己已经知道他怀孕的事 现在别的事都不重要 我们先举行婚礼 等肚子大了可不能太劳累 看着媳妇灿烂如花的笑脸 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本想带着媳妇出国度假 一起看看海边日落 或者拉斯维加斯溜达一圈也不错 没想到媳妇 居然点名要到庆州 这里是高中生们毕业游学圣地 看着媳妇那期待的小眼神 爸总好心疼 这是对没有好好结束 学校生活的遗憾 小漂亮被两个高中生邀请 帮忙拍照 作为回礼他们也要帮小漂亮拍 看媳妇那期待的小眼神 爸总大步躲过来揽住媳妇的肩膀说 那就拜托同学们了 小漂亮和老板的第一张情侣合影 笑得无比开心幸福 小漂亮摩缩着手机里的照片 在偷瞄一眼面前的老板 露出了一个更幸福更美的笑容 爸总身体一颤 我媳妇太美了 老公的小漂亮香快饱 疼媳妇的爸总可不是草 那可是千年难遇的超级无敌国宝 和媳妇拍美美的情侣照 给媳妇买磕个爱爱的小帽子 带媳妇吃豪华大餐 要全部吃完哦 你从现在开始也要好好变胖才行 小漂亮为了肚子里的小宝宝 也在努力又愉快地炫饭 第二天爸总把媳妇带到一个韩服店 在这里大家都穿着韩服游玩 我们要把我们尝试的都尝试一遍才行 爸总亲自为媳妇挑选了一套 完全是个从画中走出的小仙子呀 小漂亮为老公挑选了一套威武霸气装 这气质一下子就上来了 俩人都被对方的盛事美颜迷了眼 店里所有顾客也都投来了羡慕的目光 这也太帅了吧 爸总也完全沉浸在韩服中无法自拔 拉着媳妇尝试了各种人物设定 小漂亮看着自己这温柔帅气的老公甭提多高兴了 游玩期间爸总特意找了好多游客 帮忙留下各种美好瞬间 因为他知道自己媳妇喜欢 也遗憾没有留下更多爷爷和妈妈的合影 爸总温柔又霸道地跟媳妇说 照片只是记录生活 当你想看我的时候必须直接看 就算是工作中也随时可以 和老公在一起的这段时间 让小漂亮体验了从未有过的爱和温暖 眼前这个霸气很利的人 把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他 于是他点气脚尖做了一个大胆的举动 小漂亮愉快的心情根本无法消退 即使睡前也捧着手机爱不失手看照片 爸总觉得庆州可真是个好地方 以后一定要多带媳妇出来旅行 小漂亮觉得自己好姓名 比起以前不好的回忆 现在只会想起和老板在一起的美好回忆 所以说谢谢你 还想对你说 我们下次一起去老板想去的地方吧 总真真是个大醋坛子 甭管对方是谁 只要是媳妇在意的他统统都醋 带着媳妇逛母音店的爸总 亲自给小宝宝选礼物 小漂亮对着精致的小鞋子爱不失手 爸总一脸宠溺地告诉媳妇 以后可以随便对我提要求 不要不好意思 小漂亮小心翼翼地表示自己想去看看叔叔 爸总小醋坛子立刻就翻了 确实可以去 但是我要陪你一起去 小漂亮却是喜出望外 没想到老板愿意陪自己一起 第二天的见面看似平静 又貌似火花似箭的感觉 看着扭扭捏捏的媳妇 爸总主动提出去打个电话 再次也给独媳妇自由空间 老公前脚刚躲小漂亮 就高兴地告诉大叔 我现在过得真的很好 我要结婚了 光头有种自家好白菜被猪拱了的感觉 刚想说那小子两句坏话 就听见小漂亮羞答答地说 我有小宝宝了 老父亲般的光头立刻倾听报警 啥玩意儿 是那家伙干的好事吗 之前的医生明明说 你不能有小宝宝的 真的是奇迹吧 遇到老板后真的发生了好多奇迹 看到小漂亮从未有过的幸福模样 光头也露出了宠妮又欣慰的笑容 吃饭时老公和大叔间的对决达到了巅峰 小漂亮看得心惊肉跳 咱也不敢说咱也不敢劝 咱就安安静静地炫饭 最后光头被气得头顶冒烟地战败 而大不中流啊 我还能怎么办 确定时间提前说一下 文英也肯定愿意去的 看着媳妇一脸的期待 爸总决定背着小漂亮做件大事情 爸总带着媳妇做产检了 新手爸爸们又紧张又期待 小宝宝非常的健康 小漂亮觉得屏幕上动来动去的小可爱 像急了一个小熊软糖 再看看老板那一脸的紧张样子 不知不觉心跳又增快了几分 无所不能的爸总和媳妇四目相对后 脸上洋溢出从未有过的兴奋和满足 检查过后爸总拿个小册子 认真听医生讲解如何照顾媳妇 小漂亮则在一旁静静地欣赏 小宝宝的第一张照片 出了医院后 爸总牵着媳妇的小手 我们根据册子上的只是去买东西吧 觉得累咱们就改天 医生说还得小心 小漂亮的小鹿又开始加班了 今天又更爱老公了 模范爸总每天上班前都会问媳妇想吃什么 我下班之前觉得无聊随时都可以联系我 小助理就惨兮兮了 老板天天迟到早退 他被爸总逼着天天加班 兼职给老板娘买各种好吃的送回家 还要给老板安排育儿假 爸总因为媳妇一句想吃汉堡 就差把汉堡店搬回家了 多吃点 你太瘦了要增肥的 小漂亮为了小宝宝也是拼了 努力做个炫饭小达人 晚上小漂亮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迷路找不到老板的他 被一只突然出现的漂亮鲸鱼指引 最后找到了光明的出口 他亲密的拥抱鲸鱼表示感谢 睁开眼就看见身旁的老公 第二天是见家长的好日子 小漂亮有见公婆的紧张 更多是自己没有亲人的忐忑 大叔和恩英姐姐的突然出现让他喜出望外 在老公的安排下 小漂亮也有了娘家人 从天而降的舅舅和舅妈温暖了小漂亮一整个人生 小漂亮终于见公婆了 老公和公公长得超级像 还以为会像老公一样的可怕 没想到却是意外的和蔼可亲 老两口对儿子会有伴侣之事已经很吃惊 没想到还可以抱大孙子更是喜出望外 有生之年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 文言小漂亮长须一口气 万幸大家都很喜欢 婆婆对胎梦比较好奇 最近有没有做过关于动物或者水果的梦 小漂亮突然想到前夜梦到的漂亮鲸鱼 在场人都为之震惊 鲸鱼可太好了 这个小宝宝将来必定大有可为啊 婆婆也谈记自己当年的胎梦 老板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人 公公婆婆超级开心的邀请亲家一起出席婚礼 光头刚想解释一下就被恩应封印了 我们很期待哦 小漂亮觉得人生真的圆满了 第二天小助理送来了好多需要小漂亮确认的婚礼清单 还在震惊中的小漂亮则被告知 确认完了之后会送来下一批 光是礼服就很难选 因为老公穿啥都好看 必须选个最好看的 而爸总也没闲着 再次找上全身又那老小子 先是高手里尚往来的一番对决 爸总笑得见牙不见颜 也没啥大事 就是想拜托你订购一架飞机 因为时间紧所以必须拜托你 钱上你要多少都没问题 我就希望机身按照我的方式进行喷漆 因为有小孩子做 所以我希望做一个亮色的 要活泼可爱那种 爸总一番操作猛如虎 不但成功订购了飞机 还顺手要了个宝宝出生礼物 全身又还想邀请小漂亮这个电脑天才一起工作 被爸总一口拒绝 我的媳妇我来养 婚后我也打算转型 恐怕以后都不能像以前亮帮你了 爸总和小漂亮的婚礼终于要举行了 光看着媳妇的婚纱样品 就觉得一定很美 美美地回家找媳妇 却发现媳妇坐在电脑前手指翻飞 吓了爸总一大跳 媳妇这是又重操就业了吗 谁知道走近一看 媳妇竟然在网上查找结婚攻略 把爸总美得哟 我们必须多多去约会 还神神秘秘地让媳妇闭上眼睛 敲秘秘地把头纱给媳妇戴上 果然很适合你 喜欢吗 小漂亮笑得灿烂 老板喜欢我就喜欢 爸总兴奋地抱着媳妇原地转圈圈 随后温柔地将媳妇放下 转身拿出一个盒子 滴到小漂亮面前 这才是我要送你的礼物 有人说恋人之间不能送鞋子 会穿着那双鞋跑掉 但是我给你穿上这双鞋 是想即使再发生让你逃跑 或者迷路的事情 你都能重新回到我身边 小漂亮被老公这波操作感动的稀里哗啦 我一定会永远待在你身边的 爸总真是爱谈了他的宝贝媳妇胆 数千万分之一的概率 让我们有了下一代 除了奇迹没有别的解释 归根结底这一切都是因为爱 婚礼上的他们说着至死不渝的誓言 在双方父母亲朋的忠心祝福下 成为了彼此一生的伴侣 从此以后 他们会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一生一世一双人 婚礼结束后的二人游轮时间 爸总为了哄媳妇开心 也是绞尽脑汁花样百出 过程很美好 结局很美丽 夫妻俩对游轮上的蜜月旅行都很满意 我们爸总绝对是教科书史 模范好老公 后的爸总变成了七管爷人 聚餐哪有陪媳妇吃饭重要 可是媳妇怎么都胃不胖怎么办 在线等挺急的 小漂亮急忙狡辩我不是我没有 早上称了有长胖一点点 爸总一脸的宠密无奈 那难道不是宝宝在长大吗 饭后决定散步回家的二人 路上偶遇一个熟人黑皮傻子 居然敢打小漂亮的主意 这可把爸总气冒烟了 就算我们结婚你没看到 你现在这样就有点不礼貌了吧 这就尴尬了不是 爸总生气了后果很严重 我们都结婚三个月了 你打算叫我老板到什么时候 小漂亮紧张兮兮 这个那个 但可是半天憋出来一句 老板就是老板 眼见着爸总的脸 从七代变成铁青色 结果小漂亮羞答答的一句老公 一下子给爸总整不会了 小脸从铁青色瞬间变成红苹果 这可真是要了爸总老命了 神奇宝宝在爸爸们的期待和爱中降生了 他拥有着小漂亮的高颜值 爸总的高智商 还不会走路说话 就明确知道自己的兴趣爱好 准确知道自己的喂奶时间 定时定点等着爸爸投胃 如此软糯可爱 聪明绝顶的宝宝在家里 却只能排第二 爸总爸爸最爱的依旧是小漂亮 小可爱也很无奈啊 咱能不能好好喂孩子吃饱饭了呀 天天被当作嘉心小饼干 在家下去孩子长不高的可打扮 这不又来了 爸总爸爸告诉小可爱 他要带漂亮爸爸约会去了 给孩子洗完澡衣服都等不及给换 就把宝宝丢给保姆 爸爸们二人世界去了 不管过了多久 爸总每每望向媳妇的眼睛里 总是充满爱 媳妇的笑脸就是他此生的追求 物种起源虽然完结了 但是二次元世界里 一家三口的幸福故事还在继续着 祝愿各位小可爱们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爸总 过上小漂亮一样幸福快乐的生活 结论上 人周よ роз�olu